我想说的是就是 我从中江哈尔滨 来到咱们吉林长春 是带着金城石宜的 找个对象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 孝顺 温柔 稳重 善良的 别的事 我不需要考虑你说 你有没有工作 有没有这 有没有那 赚钱的事是由我来做 然后你就是 看好家园 把好财产 把日子都够好 我现在就以后就这个目标 好 好样的笑话 谢谢 看一下亮灯姑娘的这个看法 支持的就不要再说了 我只要说你 就是你喜欢的 你就留灯就OK了 2号 3号 4号 我要问一下三位的意见 2号 没有意见 3号 没有意见 4号 没有 三盏灯 灭掉一盏灯 留下两盏回到现场 好 掌声有请2号 萧彬彬 3号留也 有请两位 两位姑娘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 你们俩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萧彬彬 今年25岁 来自吉林潘石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一分钱一分货 彩礼不能要太过 有小孩是吗 哎呀妈呀 你还有小孩呢 没有小孩 我没有小孩 我很正经的我跟你说 不是 还是没说明白呀 他问你的是 你有没有过 有没有过婚史 没有婚史 他现在理解的是 现在没结婚就有小孩了 他不正经了 我单身一人 没有小孩 没有婚史啥的 你看见 你们俩这交流都差别了 那我问一下3号呢 具体就是说 全方面讲解一下 我是黎毅 然后我前夫是烧电汗的 后来就嫁机随机 我就跟他烧电汗了 再后来就是 结婚之后 可能遇到喜欢的人了 孩子在他爸那儿 我想说我站到这里 鼓起挺大的勇气的 因为我挺自卑的 我感觉 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挺腼腆的 我不喜欢太张扬性格的 正想说3号 你能勇敢地站出来 我觉得我们集体 应该先给你一次掌声 好好想一想 两个人都摆在这儿 他俩还两种性格呢 你看你怎么选择 选择什么样的 好女朋友就是选择什么样 接下来的日子啊 好 大家都别急 别急 这俩男观众都要打起来了 好 你看 甭管咋选人家 每个人站在各自的角度 帮你挑了 有选2号 有选3号的 反正选不同的姑娘 就是意味着不同的 接下来的一种相处方式 我谢谢你们这些个观众 我现在想 此时此刻的想法就是 我想放 小伙子 小伙子 要是说 就是说 再选择一段 我不希望有一点犹豫 就是 犹豫不决的 我希望 找一个 就是说 真心相爱的 哪怕 他什么都没有 只要他爱我 心里有我就行 我是因为 你觉得 你觉得他的犹豫 反倒是伤害了自己 是不是 有点这种感觉 其实3号女嘉宾 我的犹豫就是 有我小孩 我这个有点心里边 不太 不太得劲 你的这一生放弃啊 我们能感受到 背后还带着 真的好大的 前一段婚姻的阴影 就是你看 刚才3号 他离去的这个背影 你能不能感觉到 在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 其实留给女人的伤害 和阴影更大 他今天能鼓足勇气 站在这里 来向你表示 他的喜欢 我觉得足够勇敢 你说是不是 是 所以我们希望 小伙子 你得先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 迎接新的感情 才可以 做过 上天都有过错 创造悲欢离合 要我们承担结果 每一个人 是另一个人的景色 下人的感情 下人的感情 请不吝点赞一下